我们上次政治文化论讲到那个第八章 那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第九章 当然都是顺着这个政治是一个道德的政治 就是所谓的人政 它一定要有这个不止息的自觉的人心的爱 它逐渐由内在主体的自觉向外推过 落实到现实生活每一个这个事件的道德判断 就是如何做能够实现人性中的理想 那这个叫义 然后还要慢慢的汇聚每一次的义的经验 逐渐构成一个客观的一个理的参考标准 由人 义 理 贯注而来 于是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的这个义 这个义呢 有这个政治的一个呈现 政者正业 在众人知识中 是导向一个意义价值的终极的归曲 那么这个政治的运作为 它的底边其实是蕴含那种 以人文来化成了这个自然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合成为政治文化 政治为表 是所有的施政的作为 文化是理 是所有的施政作为呢 所想要表现出来的功能 就是道德教化的功能 那么始终呢 都念之在之 不忘这种表层的作为 是要达成呢 它内在啊 人文化成的这一种道德功能 那这个才是所谓的人政 那如果一旦忘记了 那个施政的作为啊 就会不知不觉 偏离了这个内在的道德理想 而变得只是现实体制运作的顺利 那只为顺利而顺利 而不管它是不是呢 真的能够达成它内在的人文化成的理想 那就渐渐呢 就变成有欲于意 就是念念不忘 所有政治作为是要来干嘛的 而变成欲于利了 它质问这个施政能顺利过关 那换句话说 不管对于民生是不是有帮助 只要我能够当选年人 好 那于是政治家变成政客 那于是呢 忘记了背后的内在的那个理想 那个现实的作为 只问它能够顺利过关 那如果不能的时候呢 就不管了 你应所单为的是什么 就要强行过关 比如说中选会的那个主委 是不是 在那个立法院尽管大大出手 还是呢强行过关呢 那于是就逐渐变成维权 变成诉诸于利 虽然口口声声 还是为民为国 造福 这就叫做以利假仁则霸 霸必有大国 用现代话来讲 霸一定要在立法院立委过拜 要完全执政 要完全执政 然后信任优先 是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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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心得再怎么样子 不满 也无可奈何 那它最后是不是顾选大局呢 虽然如此 它昨天还在那边反弹 今天说它也不会退党 它会坚持到底 它是不是顾选大局呢 也是 可是顾选什么大局呢 到底是预意的还是预意的大局呢 这个 当然 那心得应该比 常英文要多一点预意 不过它那个意是不是真正的意 还是可以去讨考究的 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真正是对台湾好吗 好 还是你个人的品质 那反倒对这个台独 不那么样有理想性的偏执 就把它当的是一个策略工具 恐怕还好一点 因为它也知道写不通 只是为了眼前选票 真的当选以后 就把它搁到后面 也真的认真 这个坚持台独理想的反而更危险 就是主观的愿望 其实不管客观上面是不是可行 是不是阴性 这个反而有问题 好 那这个反而中文研制 你一不小心忘记了初衷 初心 你那个政治就不是道德的政治 内在那个文化 人文化上的部分便捏 挑起了 来说变成以利加人者吧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最初在某个紧要关头 也许是也不得不 暂时输诸于利 过关再说啦 因为要行理想 总要能够当选执政嘛 可是你以为当选以后 就可以回到理想 可是反正有别一个难关 一关一关的时候 为了方便输诸于利 你还通过就了以后 他就没有你在行为模式 那个理想的 道德理想的实现呢 不断的往后多 那这个永远没有 没有这个机会去认真的推行 这个我想蔡英文可能是这样 就他来讲一定一切都无奈 他是富有理想的 是人民跟不上他的角度 好 这个就是呢 第九章所谓酒假不归 本来是为了眼前紧其关头 现在呀 可是一次一次这样的时候 他本身是有那种惯性的 你就忘记什么才是真正的 政治道德了 好 经常说 孟子曰 遥顺性之也 汤武生之也 武半假之也 酒假而不归 物知其非有也 好 孟子就把这个从政的人呢 分成三等 这个由政治道德家 到这个政治家 到政客 政治道德家就是政治与道德 不免呢 从头到尾都是相极唯一 从来没有呢 唯一离那个道德的理想 跟内在的本性 那这个是最高一级 第二级呢 是政治家 政治家就是在政治道德中啊 不免呢 不免呢 有时候以政治为优先 因为在紧急迫切的状况中 只好如此吧 所以暂时呢 会离开了那个 道德的理想与本性 不过呢 这个紧急的状况过了以后呢 他会回到政道 他会反省 改正 那第三等的叫做政客 政客就是 在政治的 这个场合里头呢 他一直都被他拖住 没有机会回到 道德跟良心 那这个叫做假之 好 这个孟子用的词 也很二要精准 他谣顺叫性之也 性之就是一切的行动作为 都直从啊 内在的心性根源出来的 这个性当然是性善的性 都从那个良知 善性 这个根源出来的 没有离开 好 那这个叫做性之 那么苍武呢 叫生之 那生就跟心呢相对 所以直接从这个字面来解释 就是他的重心 由心啊 暂时转移到身 由无限的性的层面 暂时转移到有限性的层面 那有限性就是现实 它的一个迫切的一个需求 所以没有办法兼顾到那个永恒的理想 就是眼前暂时的需求 那可是呢 过了以后他会从这个有限的证实 就是回到那个无限性的层去 那么这个生呢 如果从心来对聚 可以这样来看 不过这个生呢 到的用法到后来 它其实已经等同于自我了 生就是自我 生就是自我 生就是我 这个我们在训辜学上啊 我们怎么决定这个字也什么意思呢 因为中文常常啊 都喜欢用这个合意附词 那最经常的就是两个词同意 一种意识很接近 一种意识很接近 算是同类 而用在一起 将可以互相限定 也可以互相补诅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你只要看它常跟哪一个字 同时出现成为一个副词 所以呢 将我 比如说自我 自我 是不是 那常常我們有說自身 自身 又說親身 又說親自 又說自我 所以呢 自我自我 自身 自身 身就是自 親身 親也就是自 所以親身都是自 自就是我 所以親身都是我 是不是 所以身就是我的意思 那古時候的那個有地位的 女人 女性 怎麼自稱 自稱老生 是不是 老生就是 去去不才在下國 那些日文啊 生應該是我的意思 有沒有在座有沒有人 熟日文的 日文 說我就是用生 還保留了 這個中文 很古典的 那個字義 對不對 所以生之 就是 自我 反省 反省 就是反求諸己 反求諸己 生之 就是反生 就是回歸自我 反生就是 反求諸己 那 回歸自我 當時回歸到 自我內在的 真心 真意 初衷 暫時 違離了自我的 內在 真心 真意 但是呢 錯得 不遠 也就可以回頭 回到自己的初衷 回到自己的初衷 那 依經就是那個 復光 復就是 依陽復位 自我回到他 本來的那個 義足地 沒有自我呢 這個義化 自我背叛 所以這個叫做生之 好 在孟子啊 另外的地方 提到類似的意思 的確是用 貪無反之也 就在 《近天下篇》的33章 所謠順性之也 貪無反之也 這個句子跟這邊一樣 只有一個字 不一樣 這邊用生之 那邊用反之 所以呢 反生 反生 當然也可以返回自我 也可以反生 成為一個 聯合性的 合一的覆許 也就是兩個字 意思是一樣的 放在一起 又可以互相限定 互相的補足 所以呢 生之就是反之 生就是反 就是反生 就是回 反求助己 就是反起 回到自己的初心初衷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湯武 他的那種 迫切的時候的 非常舉動 的確呢 有某種程度的 違背人道 怎麼違背人道 就殺了人 革命不能不殺人 這個尤其周武王 因為商湯 那個時候還沒有可信的歷史 但是周武王時候就有了 那這個歷史記載啊 他武王伐奏的時候 殺人非常 非常嚴重 到了那個 血流成河啊 那個盾牌啊 都漂在那個血海上面 那 童子在倫語中也說啊 這個 這個韶 順的音樂 盡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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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周武王的音樂呢 盡善也 未盡善也 每次就他的 音樂的結構而言 善是就他內在 這個透露出來的訊息來說 中間還是有 某種程度 違反人道 這革命不得不殺人 那這個姚孫呢 他散了讓嘛 沒有經過這個武力功法 來得到這個政權 就是說讓的你要給你 這個眾望所歸的 他才救天智慧 不是搶來的 當然 周武王也不是 動機上不是要搶來 但是那個過程中難免如此 所以周武王 到了天下三分有其二 他依然不願意 那等到最後關頭 因為人民受不了 人民受不了 所以周武王不得已要發動革命 這是不得已的 這是不得已的 不可以是一種那個 利益的選擇 不是最近 有一個這樣子的一些論題嗎 這個是好幾年前就有了 你家裡要火車 然後呢 這個望前衝的時候 那邊有五個人 這邊有一個可以轉彎的 那邊有一個人 按照他原來就是 衝好前面會壓死五個人 那你要轉彎做個避免壓死 可是那邊有一個 好吧 那我還是轉個彎 就是壓死一個人 來救五個人的命 可以不可以這樣子考慮 這裡頭真的是二難 我們只能說 在那個世道當時候 看你的整個中和的 那種直覺的你的判定 無論怎麼判都不是原來 都不是原來 都不是原來 死了五個人 死了一個人 那種悲傷是完全一樣的 不能因為 殺了一個人就很慶幸 我救了五個人 所以我殺了一個人 跟一個人也慶容可憐 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你殺了五個人 殺了一個人 就人命無價而言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不可以在這邊 在計較那個 那個相對性的效益 不應該這樣 那至於落到事實上 到底是往青南方那邊 天光石火 無論怎麼樣做決定 都不是我原來規劃的 因為事實上就有很多的變數 但是無論怎麼樣 只要有人 因此受傷受害了 那個難過是完全一樣的 一個人的命 並沒有比五個人的命要侵畏 一樣貴重 那這樣這個 這不是結果的問題 這是你的純心的問題 動機的問題 因此呢 如果說五王終於發動革命了 那是一個整個的形式 只要他做這樣的選擇 並沒有經過這個電腦計算 我發動革命當然會死人啊 不過為了救更多的人 好吧 於是這個殺死這少數的人 尤其是上周王下面的那些部隊 誰叫你當上周王的部隊的活該 他不可以這樣講 不可以這樣 通通都是不得已 那這個才是正中符合人道 人道就是把所有人都當人看 都是人嘛 都是人就是多貴重 不能說因為 太 Mehле耳 這樣講 要給他irk言 這個大宵夜 這個死亡 有过这样的一些简单的讨论 比如说我要坐一个飞机了 结果有一个通灵的人 应该不要上一个飞机 现在飞机会湿湿 我说那既然如此 你能不能够全部都不要上这家飞机呢 不行 天机不可泄露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我说那不行 我还是要上了 为什么 如果我不上那个飞机 就空出一个座位 就有补味的人补上去 结果就是有一个无辜的人替我死 那请问我何德何能 我怎么有权利有资格自己散呢 然后眼见一个补味的人上去 他要替我死 怎么行呢 那我能不能讲说你不要补啊 我不坐新闻这样飞机 我回起来退 我告诉你啊 他不补以后 后面那个又补了 总会有根补 补上去啊 所以我不管接线 我坐上个飞机 一切都交给积聚 那如果真的在呢 那就算了吧 反正早晚总有意思啊 对不对 我不能认为我的命比较贵 要找一个比较卑贱的人来替我 因为所有人都是你 当年孙中山革命之前也是万般无奈啊 那也曾经跟李鸿章上万言书啊 这个不被接受啊 实在没办法了 这好革命 是吧 所以呢 对于这些啊 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子赢了 胜利了 成功了 而高兴 是吧 那尽管好像整个大局来讲 这个革命成功总是 总是拯救了人与水上火热 在这些过程当中 你所犯的这些 依然满手血腥 依然不能够抵消 不能够视而不见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说啊 这个汤舞为什么是深之呢 就是 他的处境是 他不得不 某种程度的违反了人道 违反了普通 虽然想不违反也难 但是我们只能说 这是不得的 那么这就是所谓 伦理学的二难性 人总是面临到这种两难 那么在西方伦理学 正在叫 伦理学的二难学 就是 就是由你的行动啊 牵着两个德目 而且两个德目呢 矛盾 你选择 你选择左 你就违反了右 你选择了右 就违反了左 你难以两选 对不对 那在西方伦理学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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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是 忠于自我 那顺着 以自己的性情去做 所以 很可能呢 有两根 在大途径上面 一样的 两根的反应做法 反正相反 孔子是有过 那个 那个 为国 这个 动乱的时候 他有两个学生 都在为国 围城 他就知道 那个 那个 那个子路 明明在外面 他都会赶回去 寻难 那个子高呢 就在城内 他就知道 这个是 就是狗咬狗 根本是 谁都没有正义 他会 他会 他会逃出来 结果这两个人 就在那个 城 在那个 城墙的洞头相遇 他会 互相祝福 子路就进去了 被砍成肉架 子高就逃了 两个人都对 没有 没有什么 对不对的问题 个人顺自己的 综合的 这个 情境 所做的综合判断 因为没有两个情境 完全一样 虽然孟子说 与其言回同道 一地而处之 则皆然 但事实上 没有 一地而处之为是 这个是假设 每一个人的人生 每一个人的遭遇 这种一变 每一个 每一个 道德判断 都有当下复杂的情境中的 综合的一个决断 但是呢 孟子依然从这边点出 那个独一无二的道德判断 它本身具有普遍性 普遍性 任何人处在这样的状况 不是这样子 只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跟这个处境一模一样 所以没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就是姚舜 他处在他的情境中可以性质 貪污处在他的情境无法性质 越到了去骨越远 这个普遍的人心 越来越复杂的后代现代 就越没有办法向姚舜性智 能够贪污反之 就已经是不错了 不容易了 好 那至于五霸呢 这个叫假之 假之就是假戒仁义的名号 好 当然我们呢 也是要彭琴的这个了解 他为什么需要假戒仁义的名号呢 我们在前面说 以利假仁者霸已经有谈到了 表示呢 人之性善 就是说你自私的举动 还是要找一个说辞来支撑 来给自己解脱 尽管就算是最后说 我也是不得已啊 我并不想要这样 我只是没办法 这表示每个人心内战 宝贝上的东西 有善的那种振望 其实都是在一个矛盾中 你选择忠于真心 还是选择呢 顺着自己的习气 就是到底你要重啟大者而為大人 還是你重啟小者為小人呢 那因為人性是自由的 所以你都可以選 只是你選了這個重啟大體 你心就安 如果你選重啟小體 你就不安就是了 不安都是你自己選的 所以你自己負責 好 久假而不歸 不斷不斷地用這種暫時心的眼前呢 急遇過關的這個權宜措施 久了以後呢 沒有啊 用那個自反 去回到你的初心 回到你的初衷 最後你就逐漸逐漸 看掉了什麼是你真正要的 這個叫做 誤知其非有也 所以缺不曉得 你最後給你的行為合理化以後 真正有恥 缺不曉得 那個不是你真正要的 非其有 非其有 非其有這不是你本性中啊 原來啊 就有你的意義 你的意願 你的意願 你的理想 就是說呢 謊話說十遍 自己也相信 說多了以後呢 都以為那是真的 這個 今天下午 有一個北京來的朋友 有一個 一位女士 她也算很亂攻了 她自己 她說她 可以背三萬首詩 三萬首故事 這些什麼群經都讀過 她自己也 也先出版了一本 论語註解 可是她的功夫 都用在外共 內在的 建立自己 獨立自由的人格 建立根本自信的功夫 還是不夠 所以呢 容易啊 被別人的一些意見 什麼左右影響 就會有點懷疑 有點動搖 當然她 她覺得 讀我的書 就覺得很受用 她也是一偏偏把我那些 發表的什麼文章 什麼等等 我不曉得她什麼辦法 到處找 然後把它用簡體字 重新輸入 在微信上面 放出來 再成一個叫 新學書院的一個平台 可是她說啊 像老師這樣想的 哇 能掃啊 能掃啊 她說她曾經碰到一個人 搶她的皮包 結果呢 結果她就跟她說 你看啊 我也是一個女人 在大陸室打拼 賺錢也不容易 而且你好好一個男人 你做這件事情 你不會 這個 對不起你的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嘛 說完那個人啊 就哭起來 過夜的那邊 過夜的那邊 就哭了半個多小時 最後她就 她說如果要報警 她會至少做十年了 那到底是她的不忍呢 還是別的情境啊 反正路我就放她走了 結果呢她跟別人說這個狀況嘛 她跟九個人說這個故事 只有我 肯定她這樣做 我說肯定是 你剩這個 你這個一點啊 這個 側隱之心 那這樣憑空放她走 是不是完全的恰當和另當別論 因為一個人做錯事啊 她說要改過 那你要證明你有那個改的詳意啊 因為別人都說 你這樣放走她 她不就想別人 總有一天還是被改啊 那完改不如早改 我說啊 他們就想定這個人 是一定還會繼續做 你放了她 她就一定會再去想 那為什麼不想有另外一個可能呢 其實以後呢 觸碰她的良心 再從此改過 為什麼不可能呢 這兩個都是可能的 那一個可能性不大啊 那可能性這個為什麼比較大 你憑什麼說比較大 還不是你從現況 現在的社會現象歸納來 歸納不是不完全歸納 並沒有論證的功能 並沒有論證的功能 其實人會往這邊 還是會往那種 人性發現 改過 這個完全啊 不能用統計的數據 來證明什麼 完全看這個人嘛 我遇人人就治 我不遇人人就不治嘛 如是而已嘛 如有十個人 這個學人都我遇人 於是百分之百行善 如這十個人 十個人都不遇人 於是十個人都墮落 於是就說人性惡 這種統計毫無意義 因為它不是你的基因 你有什麼基因 有黑頭髮基因 就是有黑頭髮 你有藍眼睛基因 就是藍眼睛 這個是固定的 可是人性是表現善 還是表現餓 完全就是它的 它的心的自由抉擇 而那個心是個自由無限性 沒有必然 才會看它一念之間 所以怎麼能用不完整的歸來 來說哪個可能性比較高 你處在這個民風交駁的 於是就負面的統計數據比較高 你處在一個比較是 這個很善良的社會 於是正面的就比較高嗎 如此而已 那它的環境其實就是 就是你平常的經濟 所以神的經濟 這個經濟是在一個利潤中的 一向其他經濟是很重要的 所以神的經濟的經濟 就是神的經濟是很重要的 和其他經濟是很重要的 然後神的經濟所以 它更重要的經濟 你自己来证明 他说我跟九个人说八个人就说你傻 只有老师说 这个陈寅基金是对的 所以有时候他所以读了那么多经书 有时候觉得现实跟经书讲的 怎么都不一样呢 你看你就是被这个 社会的主流风气感养 就是不相信你内在的真心你的本性 这个叫做九甲不归 就是你顺着这种 这个习性惯性去做的事情 不是你真心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证明 就是那些 这些堕落的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呢 他总还是要借用仁义的名号 你罢就罢嘛 为什么还要假人 以利假人来罢呢 这不像你那个罢不是你真心要的 可是住久了以后就说谁不是这样 于是出现一些我称的叫假格言 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人都为天诛地灭啊 人性都是这样啊 但是就是把那些不符合人性本源的那些行为 用一种不完整的统计 不完整的归纳 要把它合理化 所以我说啊 这个真正的堕落的关键呢 不在于你偶尔做了一些 这个不符合良心的事 而在你做了以后 还把它合理化 当你把它合理化了 它是合理的 就不用改了 可是明明 内心就不安定 可是你有把 不让你不爱的事情合理化 就构成一种呢 最深层的内在的矛盾 一方面不安 一方面又说 那是对的 那到底你要做那个对的事 还是要顺着你 你要不安去反省这个事 这个作为久假而不归 久假而不归 久假而不归意思就是说 形成了惯性的制约 构成了一种呢 不真实的惯性所造成的模式 其实这个都是 那个心理学上面的病痛 就是各种情节 所有的情节 就是佛家所说的夜市 它都是人生的病痛 从什么地方来说 这个病痛 这个明显和你的自由意志 矛盾 你被那个反复制约的行为模式 思考模式 也与模式套牢 你再也不能自由的判断 所以它是一病 因为它剥夺了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到了后来你形成了一个 越来越牢固的意识形态 一种说成业力 身口一三叶 到了后来你把它合理化给 你宇宙 忘掉了 这些不是你真重要的 它只会造成你内甲的矛盾 当然孟子没有现代的细腻学 佛学 什么这些的训练跟背景 所以他不能够分析的这么样的细腻 但是他很敏锐 他一句话说的就是真正的病 也可以说用他的诚实 面对生命而带来的敏锐的直观 所以不用分析很细密 不用论证 他就直接指出这个问题点 这个如果你九甲不归呢 你就物质是非有的 你怎么知道你这样追求的 根本不是你内甲正重要的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一章 所谓的九甲不归 这个孟子 原语其实很简单 而中间都蕴含的 有很多可以用后代的 发展出来的学历 不管是佛学 心理学 这个 这些学历去 对他的话做进一步的分析 这个余地 好 好 那下面呢 有一章很长 很长 那 因为现在还没到下课时间 我把它念一遍 然后下课 就前面说 遥顺性之也嘛 汤无生之也 或者说汤无反之也嘛 那这个汤无因为处在那个处境 不得已 那姚孙呢 除了一个 整个比较大体来讲 去古未远 人心普遍很纯朴的环境 所以可以以性之也 那性之就是不用争夺 而得到正确 而用善让 那怎么可以善让呢 这个孟子做了一些这样的描写 这些描写 到底是 实有历史记载的根据 还是孟子多少把它美化 这个我们就无可靠了 如同孟子把顺 塑造成一个孝子的典范 我们也不晓得是不是真有 历史记载可以去支持 反正中国人到到后来就 都已经形成一种脱补的一种做法 就是把那个无可靠的历史 作为一种美化 好 所以我们读这一段 也不一定要用 读历史的 这个心态来读 也可以把它当着 读文学作品的心态来读 好 万章曰 要以天下于顺 有读 孟子曰 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于人 人者顺有天下也 属于之 曰 天于之 天于之者 尊尊然命之乎 曰 否 天不也 以行与誓 誓之而已 因为 以行与誓 誓之者 不知何 因为 天子能见人于天 不能使天于之天相 诸侯能见人于天子 不能使天子于之诸侯 大夫能见人于诸侯 不能使诸侯 于之 大夫 其者 遥 见 顺于天 而天 受之 不知于民 而民 受之 故曰 天不也 以行与誓 誓之而已 曰 敢问 见之于天 而天受之 不知 不知于民 而民 受之 如何 曰 始至主 济 而百神 相 之 是天 受之 始至主 是 而是 至 百姓 按之 是民 受之也 天于之 人于之 故曰 天子不能以天下缘 顺 向遥 遥 遥 二十有八战 非人之所能为也 天也 遥 遥 遥 三年之三 避 顺遥 遥 之子 于南 何之南 天下诸侯 朝敬之者 不知遥之子 而之舟 送遥者 不知遥之子 而之舟 欧改者 不毡革遥之子 而 毡革之стр 故曰 天也 福良后 知中裹 走worthy created 此 而去 遥之官 必 遥之子 四川也 夜 非天于 太诗曰 天 是自我 Quindi 天听自我明听 此之谓 好吧 我们休息了十分钟才来讲 当我们不会逐字逐句这样讲 我们选择大意 好 来来